柳元景自孝仁 何东解仁也 曾祖卓 自本郡迁于襄阳 官至汝南太守 祖田 西河太守 傅平 冯毅太守 元景少遍宫马 述随附伐满 以永称 寡言有气质 荆州刺史谢惠闻其名 要知 为己往而会败 雍州刺史刘道产申爱其能 远景时居附优 未得家命 惠荆州刺史江夏王义公赵之 道产未曰 九玉建区 一 金贵王有赵 南辙相留 官义以为王往 福雀 补江夏王国中军将军 千殿中将军 赴为义公司空航参军 随辅转司徒太魏城 菊参军 太祖建又加之 先是 刘道产在雍州有绘画 远瞒西归淮 皆出远免未村落 户口殷盛 及道产死 群瞒大为寇报 世祖西镇襄 义公以远景为将帅 及以为广威将军 随郡太守 既至 而瞒断一道 欲来公郡 郡内少良 弃杖又罚 远景设方略 得六七百人 分五百人屯一道 或曰 瞒江逼城 不疑分众 远景约 瞒文郡浅重树 起雾城内兵少 且表里何宫 与记为常 会瞒垂志 乃使一道违背 前出其后 戒曰 活举持尽 前后巨发 瞒重惊扰 投云水死者千余人 斩获数百 俊静肃然 无复寇抄 诸修之讨蛮 远景又语之巨 后又赴沈庆之争云山 静刻太阳 除世祖安北府中兵参军 随王弹 随王弹 卫后军中兵参军 及朝廷大局北讨 使朱镇各出军 二十七年八月 弹前振威将军银贤祖出资谷 奋武将军鲁方平 剑武将军薛安都 掠扬太守旁伐起入儒室 广威将军田义人入鲁阳 家园景建威将军 总统群帅 后军外兵参军旁 继明年已七十三 秦之贯足 羌人多 复之 求入长安 昭淮关 陕 乃自资谷入卢氏 卢氏人赵南纳之 红军墙门先有内附议 故伟纪明投之 十月 鲁方平 薛安都 旁伐起进赐白亭 十元景游未发 伐起律方平 安都诸君前入 自修阳亭出雄尔山 纪明进达高门牧城 知永昌王入鸿农 乃回 台卢氏 聚显自顾 请知 昭卢氏少年进入夷阳狗公谷 二 以山洞一心 原景以齐月率君寄进 润月 伐起 安都 方平诸君入卢氏 展现令礼锋 以赵南为卢氏令 加奋武将军 南驱律邑 图 以为众君相导 伐起等度铁岭山 赐开方口 记明出自牧城 于伐起相会 原景大君赐救口 以前锋深入 玄君无忌 持前银贤祖入卢氏 以为君援 原景以君实不足 难可旷日相持 乃数码悬车 隐君上百丈崖 出温谷 已入卢氏 伐起诸君尽刺方博堆 去洪农城无礼 贼遣兵二千余人掺后 伐起纵兵加设之 贼其退走 诸君造工具 进兵城下 伪洪农太守礼出谷拔英城自雇 伐起 安都 方平诸君古造已灵城 继宁 赵南并律意图相继而尽 冲车四邻 树道巨公 世皆殊死战 末部奋勇征仙 石出谷拔父子巨南门 都其处巨战 红农人之在城内者三千余人 于北楼树白帆 获设无金剑 安都君赴谈金 薛细孝率众先登 生秦礼出谷拔父子二人 辱方平入南门 生秦伟俊城 百姓皆安睹 原景隐君渡雄尔山 安都顿君红农 法起禁据同关 纪明律方平 赵南军向陕西七里谷 殿中将军邓胜 壮主流参乱使人入荒田 昭一阳人流宽囚绿和一图二千余人 三 共公金门雄 图支 杀树主 李买德 古拔字也 魏鲁永昌王长使 永观荣类 永昌闻其死 若失左右手 但又浅长流行参军摇贩领三千人向红农 受远景节度 十一月 远景率众至红农 迎于开方口 仍以远景为红农太守 致立左 初 安都留住红农 四 而诸君已尽闪 远景祭道 为安都约 无为坐守空城 而令旁宫深入 此非继也 宜及禁军 可于贤祖并兵就知 无须督租必 寻厚寅也 重并造闪下 即入锅城 列营于城内已逼之 并大造工具 贼成林和为顾 适显自首 纪宁 安都 方平 贤祖 赵南诸君 贫三公卫拔 鲁诺州刺史帝和公章是连提众二万 五 杜晓来旧 安都 方平各列镇城南已代之 贤祖乐经族已为后驻 纪宁律高明 宜阳一兵当南门而阵 赵南岭如是乐从少年 与纪宁为己脚 贼兵大和 轻其挑战 安都称目横矛 担其突阵 四象奋机 左右皆必亦不能当 杀伤不可胜数 于是众军并鼓造剧前 世皆疏死战 鲁出纵突齐 众军换之 安都怒慎 乃托都谋 解锁戴凯 为助将那两当 山 马一去聚庄 驰奔已入贼阵 猛气袍驳 所向无前 当其封者 无不应任而倒 贼奋之 家设不能中 如是者数四 每一入 众无不披靡 出 远景令将鲁元宝守寒谷官 贼众计胜 元宝不能自顾 乃律所领坐寒乡镇 多列其志 远显而还 正会安都诛君与贼交战 鲁三郎将见元宝君从山下 六 已为远景大众志 日且暮 贼于是奔退 其多得入城 贼之将至也 方平浅亦其告远景 时诸君良靖 七 各余数日时 远景方都亦租 并上驢马 已为运良之计 而方平幸至 远景浅君赴柳元 护俭不齐二千 以复闪及 卷甲监行 一宿而至 结昭 贼众幼出 列臣于城外 方平诸君并成列 安都并领马君 方平西勒部族 左右及角之 与诸义君并于成西南列臣 方平为安都曰 今情敌在前 奸城在后 是无取死之日 轻若不尽 我当斩轻 我若不尽 轻当斩我也 安都曰 善 轻言是也 我起犧牲宁呼 遂合战 十元护方志 西眼骑鼓 驶马皆贤为 前师辅甲而尽 贼未知觉也 方平等方与鲁交锋 而元护乐众从城南门寒道直出 北向杰臣 惊其甚盛 古躁而前 出贼不义 鲁重大害 元护与壮主宗越 率手下猛其 以冲贼臣 依君皆持之 安都 方平等都诸君一时其分 世俗无不用命 安都不堪其分 横矛直前 出入贼臣 杀伤者甚多 流血凝肘 矛者 亦知妇辱 君妇谈经律其从而奔之 字节淡而战 至于日则 鲁重大溃 斩章是连题 又斩三千余吉 头和父欠死者慎重 面赴君文者二千余人 元景倾其臣至 鲁兵之念 父者多何内人 元景节之约 如等愿王则不佳 请命无所 经病为鲁尽力 便是本无善心 顺负者存整 从恶者诸灭 欲知王师正如此尔 皆曰 虐鲁建躯 后出赤足 以其猝步 为战先死 此亲将军所见 非敢被中国也 诸将欲尽杀之 元景以为不可 曰 今王其北扫 当令人生先路 乃稀事而遣之 家在官礼者 辅守官诸君听出 皆称万岁而去 但以萧 陕季定 其帝已辅 以洪农流宽 求行东洪农太守 给元景鼓吹一步 法起率众 赐予同官 先是 建议将军华山太守刘淮纠和义兵攻关城 拔之 历少不顾 请之 又极众以应王师 法起刺同官 怀义至 贼官成树主楼虚望其崩溃 鲁重念于何者慎重 法起十年后 法起与怀集聚同官 鲁僕城镇竹前为帅河南于颂陵堆裂三营宜以 凌法起 法起常驱入关 邢戏固累 鲁未直向长安 河南帅重遇纪何以结君后 法起回军陵河 纵兵设之 贼退散 关中诸一图并处处封起 四山枪 胡贤皆寝奋 但又浅阳武将军康元 俯领二千人出上落 寿远景节度 远方平于寒谷 远景去 贼众相关 时军中时进 远景回聚白阳岭 贼定位置 更下山进洪农 入湖关口 鲁蒲板树主太周刺史 渡道生率众二万志闻香水 八 去湖关一百二十里 远景目金永一千人 夜着贼盈 迷失道 天晓而返 道生律手下萧瑞纵兵设之 丰刃济交 鲁又奔散 时北讨诸君王玄魔等败退 鲁岁深入 太祖以远景不宜读尽 且令班师 远景乃绿珠江自湖关渡白阳岭 出于长州 安都断后 宗月赴之 法起自同关向商城 与远景 会 既明义从湖谷难归 并有功而入 驶马惊其甚盛 但登城望之 以安下马迎远景 除宁朔将军 经召广平二郡太守 于樊城力辅设 率所领居之 统行北蛮事 庞济明为定蛮长 薛安都为后军行参军 汝方平为宁蛮参军 赃至为雍州 除远景为贯君司马 襄阳太守 将军如故 如爽向虎劳 赴使远景律安都等 北出至关城 关城气数走 集聚之远景至宏观 欲敬与安都记和宫渡 道生于蒲板 慧爽退 复还 再出北讨 微信助于境外 久 幼使 率所领尽西洋 慧乏无水满 士祖入讨元凶 以为资役参军 领中兵 加冠军将军 太守如故 配万人为前锋 宗雀 薛安都等十三军 接力焉 元景与朝氏书约 国获冤深 凶人四溺 您神崩愤 若无天壁 南中郎亲率一师 检讨元恶 司徒 赃贯君并同大举 逐炉千里 够赏之力备之 元景不武 舔任行间 总乐精勇 先锋道路 事成上流 众奸百倍 诸贤义士忠义 身为国粮 接受欲仙朝 和荣日久 而居逼寇庭 莫游身孝 享文经问 悲庆 坚长 大行戒道 阔清为始 启持面对 斩雪哀情 十亿军传绿小漏 绿水战不敌 至吴湖 远景大喜 背道奸行 闻石透出战剑 乃于江宁步上 于板桥立山已自顾 近距殷山 浅薛安都绿马 君至南岸 远景前至新亭 依山渐垒 东西巨险 世祖父遣龙襄将军 行参军成天座率众赴之 天座又于东南聚高丘 屯寨山 樊归顺来奔者 皆劝远景宿进 远景约 不然 礼顺难事 同恶相继 清静无妨 使起寇心 当以我之不可胜 起信寇之不公哉 远景迎磊魏力 魏龙襄将军詹书耳掺之之 劝少出战 不许 今日 乃水陆出军 少自登朱雀门都战 君至瓦关寺 与一军游罗相逢 游罗退走 贼碎伯磊 少以远景磊欠魏力 可得平地决战 既至柴山以奸 仓足无工具 便使肉搏弓之 远景宿令军中约 古凡器一衰 教术立一劫 但各贤眉即战 一听无影古音 贼不将鲁秀 王罗汉 刘简之 其将长伯于等及其士族 皆疏死战 刘简之先攻西南 平德烧草坊 略渡人 成天座柴魏力 义 魏索催 王罗汉等攻雷北门 贼见异智 原景水陆受敌 义气弥强 麾下勇士西遣出战 左右为流树人宣传 分君柱成天座 天座还得雇柴 因此破贼 原警察贼衰竭 乃宁开磊 鼓噪已奔之 贼重大溃 透怀死者甚多 少更律于众自来攻磊 腹大破之 其所杀伤 过于前战 少首斩退者不能进 奔还功 仅已申免 萧兵被创 简之收兵而止 陈游未散 原景傅出博之 乃走 镜头死马剑 剑为之满 展俭之 吉君主姚书役 王江宝 朱明智 诸葛秒之 等 水君主楚战之 赴刘道存并来归顺 上至新庭吉位 以原景为侍中 林左卫将军 转使迟劫 兼雍梁南北秦四周 荆州之境 林随二郡诸君事 前将军 宁蛮校尉 雍州赐使 尚在八口 问远景 侍平 何所欲 对曰 若有过恩 愿还乡礼 故有此寿 出 赃至起义 以南侨王义宣暗若义至 欲向推奉 前报远景 使律所领西环 远景即以制书成士祖 与其始约 赃贯君当事为之殿下一举耳 方应伐逆 不容西环 至以此恨之 及远景 为雍州赐使 至律其为经 将后患 建议找牙不宜远出 上众为其言 更以远景为护军将军 领石透数式 不败 习领军将军 加散其尝试 取江献功 十亿三千户 孝建元年征月 如爽返 前左卫将军王玄魔讨之 加远景辅君 甲节至左 戏玄魔 细玄魔 十 赴以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周 荆州之境 零随二郡诸君事 辅君将军 领宁蛮校尉 雍州赐使 迟节如故 赃质 亦宣并返 玄魔南聚梁山 家将为磊 远护之 薛安都督聚立阳 远景出屯采石 玄魔文贼圣 遣司马管法祭求一兵 上使元景进屯孤赎 元景使将五念前进 至遣将旁法起席孤赎 执念至 击破之 法起丹传走 至攻陷玄魔吸累 玄魔使元护之告元景约 今于东岸万人 贼君数倍 强弱不敌 未遗还就结下协力当之 远景为护之曰 师有长行 不可先退 贼重虽多 菜而不整 今当卷甲赴之 护之曰 逆途皆云南周有三万人 十一 而麾下才十分之一 若罔造贼 虚实利剑 则贼弃成以 元景纳其言 西遣精兵助悬 我 以雷若居首 所遣君多张其至 梁山望之如数万人 皆曰 京师兵熄至 于是众心乃安 游士克节 十二 上遣丹阳尹延俊宣指未劳 于沈庆之 据以本号开府一同三司 封进安俊宫 亦如故 故让开府一同 赴魏领军 太子瞻氏 家世忠 寻转票旗将军 本周大中正 领军 世忠如故 大明二年 赴家开府一同三司 又故让 明年 签上书令 太子瞻氏 世忠 忠正如故 以封在岭南 秋疏兼远 改封八东郡公 五年 又命左光路大夫 开府一同三司 世忠 令 忠正如故 又让开府 来与沈庆之 据一尽密灵侯 正茂不受司空故事 世忠 在庆之传 六年 晋司空 世忠 令 忠正如故 又故让 乃寿世忠 票旗将军 南衍州赐使 刘魏京师 世祖艳驾 与太宰江夏王义公 尚书菩舍严师伯 并受遗照 辅幼主 签尚书令 领丹阳隐 世忠 将军如故 给搬建二十人 故此搬建 元景起自将帅 即当朝礼物 虽非所长 而有弘雅之美 实在朝 炫耀 多是产业 为元景 独无所赢 南岸有数十亩 菜园 守园人外的前二万送还宅 元景约 我历此原种菜 以公家中淡耳 乃奉爱菜已取钱 夺百姓之利邪 以前其守园人 世祖言报异常 元景虽何宠欲 横律即或 太宰江夏王义公 即诸大臣 莫不中祖摒弃 未尝感思往来 世祖崩 义公 元景等并向未曰 今日实免横死 义公与义阳等诸王 元景与严师伯等 长相持竹 声乐酣酒 以夜祭咒 前废帝少有凶德 内不能平 杀代法兴后 背情转路 义公 元景等幽惧无忌 乃与师伯等 谋费帝立义公 日夜巨谋 而迟疑不能速决 永光年夏 十三 元景千史迟节 都南欲之宣 成诸君事 即本号开府 一同三司 南欲周次使 世忠 令如故 未败 发觉 帝清帅宿卫兵 自出讨之 先称赵赵远景 左右奔告兵刃飞长 远景之获志 整朝服 乘车应照 出门逢地车 骑司马书人 容福律 左右壮士数十人 欲俱命 远景苦敬之 既出相 君事大志 下车寿路 容色甜然 十年六十 长子庆宗 有甘历 而情性不伦 氏族始源 景颂还襄阳 于道 忠赐死 赐子四宗 豫章王子上车 其从侍中郎 四宗帝 少宗 贡宗 孝宗 文宗 仲宗 成宗 济宗 十四 殊仁帝 魏君 赐亦参军 僧真等 朱帝 执在京 邑及襄阳 从死者数十人 远景 少子成宗 十五 及四宗子转 并在运获全 太宗 即位 令曰 故事中 尚书令 票旗大将军 八东郡 开国宫 心除开府 一同三司 南玉州 刺史远景 丰度红简 体局深沉 正义量食 公宿泛物 幽名道尽 则守在孝图 圣运开吏 则皮屑黄化 丰刃拂汉斧 叶茂阴横 而风柴四烂 险家获毒 冤冻熏烈 卑身昭冠 镇成七妙之灵 转灵宝叶 请典祭身 痛到弥枕 宇重奔 徽策 以经中义 可追赠史迟节 都督南玉将二州诸君事 太尉 誓中 赐史 国公如故 给班见三十人 于宝 古吹石布 誓约中列宫 疏人为梁州赐史 黄文郎 以破赃至宫 封夷阳侯 十亿八百户 远景从凶元户 大明末 代书人为梁州 与靖安王子 勋同逆 誓拜归降 远景从腹地先宗 十六 大明初 魏靖陵王诞司空参军 但作 乱 杀之 追赠黄文侍郎 远景从祖帝光世 先留乡里 索鲁以为哲冲将军 河北太守 丰西陵南 光世子夫伟司徒崔昊 鲁之乡也 原家二十七年 鲁主拓拔韬南寇辱 尹 昊密有意图 光世要河北意识为昊英 昊谋谢贝诸 和东大杏作联谋 一面者慎重 光世难奔得免 太祖以为镇武将军 前费帝景和忠 左将军 直格 太宗定乱 光世参谋 以为右卫将军 封开国献侯 十亿千户 继而四方反叛 同格宗越 谭金幼珠 光世乃北奔薛安督 安督 使手下批成 吉安都招银所掳 光世率众归降 太宗幼之 以为顺阳太守 子兴未谋反 光世赐死 严师伯编辑严师伯自长渊 狼邪林怡人 东扬州赐史郡族兄也 副少 刚正有局力 为谢惠所知 惠位领军 以为司马 费力之计 与之参谋 惠镇将领 请为资议参军 领陆氏 君辅之物西伟燕 少律会将有祸 求为靖陵太守 为吉之郡 直会见讨 惠与少某起兵具朝廷 少尹要死 师伯少孤贫 涉猎书传 颇解声乐 流道产为雍州 以为辅 国行参军 帝师众 七 赃至女也 至为徐州 替师伯为主部 衡阳王义记代至为徐州 至见师伯于义记 义记即命为征 西行参军 兴安侯义兵带义记 师祖带义兵 仍为辅国 安北行参军 王景文实为资议参军 爱其邪敏 敬之师祖 师伯因求账节 乃以为徐州主部 善于赴会 大辈之欲 及去阵 师伯以主部送顾 师祖 师祖 赴太祖 请为南中郎府主部 太祖不许 魏典签曰 中郎府主部 那得用严师伯 师祖起为长流正左 太祖又曰 朝廷 不能除之 郎可自版 亦不以蜀长流 师祖乃版为参军士 蜀行御 集入讨元凶 转主部 师祖建座 以为皇门侍郎 随王诞 票旗掌使 南郡太守 改为票旗大将军掌使 南蒲阳太守 御史忠诚 赃至返 初为宁远将军 东阳太守 领兵至左 以背东道 侍宁 赴为皇门侍郎 领布兵校尉 改领前军将军 喜玉史忠诚 千世忠 尚以伐逆凝乱 世资群谋 大明元年 下诏曰 西岁国难封节 夷诺者众 故散其常事 太子幼律庞秀之旅显能真 首 有 唱一节 用石脚撞仙文 均被肃顾 丑逆石舔 颇有利焉 追念绝成 无望于怀 世中继久颜师伯 世中领设生孝为圆敏孙 御章太守王千枝 太子前中数子领佑为御章焉 原始入讨 遇参一谋 契阔大难 遗蒙书报 秀之可封乐安县伯 十亿六百户 师伯平都县子 寅孙兴平县子 千知石阳县子 燕广进县子 十亿个五百户 师伯千右卫将军 母忧去职 二年 岂为迟捷 都清纪二州徐州之 东安东莞衍州之 纪北三郡诸君氏 辅国将军 清纪二州 赐史 齐年 索鲁拓拔郡前尾散齐长氏 镇西将军天水公 十奔赤文帅重寇清口 十七 清口术主振威将军 附干暗域前援外将军周盘龙等 鸡大破之 士族前虎奔主旁孟求 鸡舍将军音孝族等附讨 受师伯截度 师伯遣中兵参军狗斯达与孟求合力 行达沙沟 鲁窟龟龟 武军龙等马步数万 迎军巨战 孟求等奋鸡近日 孟求首斩武军公 鸡于世大奔 孝祖佑斩枯龟龟 腹水死者千计 鸡又浅河南公 黑水公 冀州公 青州刺史张淮之等屯聚计案 师伯佑 浅中兵参军将芳心旧覆干埃及破之 斩河南公树兰等 鲁别帅他们又千万余人公 倾口树城 甘埃 方兴出城巨战 急斩他们 于众奔走 鲁天水公又律二万人赴来逼城 甘埃等出战 又破之 追奔至赤龙门 杀贼慎重 上家齐公 赵曰 鲁区绿犬羊 瑰报鞭塞 辅国将军 清济二周刺史师伯宣略命师 何便应激 继数愤怒 1月4节 知君异部 承勇其孝 贫消明王 大监群丑 朕用家叹 梁身于怀 可前使未劳 并扶府国府享考公罪 以食言上 狗斯达 庞梦囚等又追鲁制度量 鲁众多 四面俱合 平南参军同太一级狗斯达等并担其出当 婴手披拟 梦囚等济制 鲁乃散走 透和死者甚多 继而鲁更合众大志 梦囚等又破之 士祖又遣司空参军补天生助师伯 张怀之聚迷勾成 师伯遣天生等破之 怀之出城逆战 天生率君主刘怀珍 白衣克诸士义 殿中将军梦祭祖等积之 怀之败走入城 谨以申免 祭祖于陈遇害 追赠郡守 又掳隆西王等屯聚身成 被祭相合 三面显固 天生又率重攻 之 朱士义等冠甲先登 贼父和死者无算 即日献成 汝天水攻又攻乐安城 建威将军 平原乐安二郡太守分武都与补天生等聚姬 大破之 鲁乃奔退 追战克杰 直至亲口 鲁公为父甘爱 甘爱随方聚队 孝祖等忌志 鲁彻为顿走 师伯尽号征鲁将军 三年 靖陵王淡返 师伯遣掌使 姬玄境遇五千人赴南 四年 征为世忠 领右军将军 亲姓隆逆 群臣末二 千利不尚书 右军如故 尚不欲微禀在人 亲间数物 前后领选者 为奉行文书 师伯尊 秦独断 奏无不可 千世忠 领右卫将军 七年 补尚书又蒲舍 十分至二选 陈俊谢庄 狼邪王谭生 并为立部尚书 师伯子举周玄韩人 张其为公车令 尚以其资品不当 使监事买成 以菜道会代之 令使潘道七 楚道会 炎一之 袁从夫 任旦之 石道尔 黄南 周公玄等一道会赤 使其先道公车 不施行其间试买成事 师伯座以子领职 庄 谭生免官 道七 道会气势 一之等六人鞭帐一百 师伯寻领太子中数子 虽被处措 受任如初 是祖林 崩 师伯受遗诏俘幼主 尚书中是 专以为之 废帝即位 赴还即贞 领魏魏 师伯居全日久 天下福凑 由其门者 爵魏莫不于分 多纳获惠 家产风机 妓妾声乐 尽天下之选 圆池地宅 冠绝当时 娇奢赢字 为衣官所及 又签尚书菩舍 十八 领丹阳隐 废帝欲清朝政 發召转师伯为左菩舍 加散其常事 以吏部尚书王景文为右菩舍 夺其精隐 又分台刃 师伯至世史句 徐宇太宰江夏王毅公 柳元景同诸 十年四十七 六子病佑 皆见沙 帝师众 中书郎 晋陵太守 师叔 司徒主部 南康相 太宗即位 赵曰故散其常事 蒲叶 领丹阳隐 平都县子师伯 西逢代孕 玉班荣赏 遭离乐会 允命隐行 宗似舔绝 良用精道 但其心独获 以贬赠典 可少封赦 以未冤魂 誓约荒子 师仲子丹记封 其受善 国厨 沈庆之编辑 沈庆之自洪仙 吴兴武康人也 凶场之 魏兆伦之 征鲁参君 兼南阳郡 鸡满有功 遂吉珍 庆之少有智力 孙恩之乱也 潜仁寇武康 庆之 魏冠 随乡足姬之 尤氏以永文 荒扰之后 相亦流散 庆之功耕隆母 勤苦自立 年三十 魏之明 往襄阳省兄 轮之賤而赏之 轮之子伯伏食為靖陵太守 轮之命伯伏伴為寧远中兵参君 靖陵满旅為寇 庆之為赦龜略 美姬破之 勃浮有此至降帥之稱 勃浮去郡 又別討西陵丸 不與庆之相隨 無功而返 勇出二年 庆之除殿中 援外將軍 又隨勃浮力道燕之北伐 勃浮並歸 仍力談道祭 道祭還白太祖 稱庆之中謹小兵 上使領對房東夜門 稍 得引接 出入晉省 出述前唐新城 集還 領懷領太守 領軍將軍留戰之之 十九 欲向引接 魏之曰 清在省年月久 筆當相論 慶之正色曰 下官再省十年 自應得轉 不負以此養淚 循轉正元將軍 即戰備收之息 上開門照慶之 慶之容服呂莫覆庫入 上賤兒經約 清禾一乃爾吉莊 慶之曰 夜半換對主 不容緩服 遣收吳俊太守留兵 殺之 千使新王郡後 軍行參軍 圓外散其侍郎 圓家十九年 雍州刺史留道產族 群蠻 大動 征熙司馬諸修之討蠻施力 以慶之為劍威將軍 率重諸修之 修之施律下獄 慶之專軍盡討 大破圓緬諸蠻 秦生口七千人 竟爭胡陽 誘惑萬餘口 千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 嶺南東平太守 又為氏族府軍中兵參軍 氏族以本號為雍州 隨府西上 時蠻寇大盛 水路耿礙 氏族亭大堤不得進 分君遣慶之研討 大破之 將者二萬口 氏族至鎮 而易道蠻反殺身士 淺慶之又討之 二時 王玄摩領荆州 王芳回領台軍並會 平定諸山 霍七 萬餘口 雲山蠻最強盛 魯宗之屢討不能克 慶之簡定之 秦三萬餘口 還京師 附為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 嘉賢威將軍 南濟英太守 雍州蠻右為寇 慶之以將軍 太守附與隨王誕入免 記至襄陽 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 隨郡太守宗雀 鄭威將軍 劉勇 司空參軍 魯尚七 安北參軍 顧兵 馬文公 左軍中兵參軍 蕭景四 前青州別駕崔 慕蓮 安門參軍 劉雍之 奮威將軍 王景氏等二萬餘人 罰免北珠山門 宗雀自新安 道入太虹山 遠景從軍 水聚無水 嶺 文公出蔡陽口取赤細物 景氏由岩山下向赤其板 牧蓮 上七諸君八道聚近 慶之取武渠 頓破物以為眾君截度 前後乏滿 皆山下安營已破之 過滿德聚山為祖 於史時有用 以士旅無功 慶之乃會諸君於如秋山下 未眾曰 今若元山列配以公之 則是馬必損 去遂滿田大人 積古眾言 未有積弊 足難請檢 今令諸君各律所領已迎於山上 出其不易 諸瞞必恐 恐而成之 可不戰而禍也 於是諸君並斬山開道 不予滿戰 鼓造上山 衝其 復興 先聚險要 諸滿陣擾 因其聚而為之 莫不奔潰 自冬至春 因涼滿谷 請之 南新俊滿帥 田燕生帥 不取十封六千余人返叛 公為俊成 慶之遣遠景律五千人赴之 君未至 君已被迫 焚燒城內倉儲及卸捨蕩盡 並驅掠降戶 屯聚白陽山 遠景追之至山下 眾君西及 為山樹重 宗雀律其所領先登 眾君其立即攻 大破之二十一 威震珠山 群滿皆奇嗓 慶之患頭風 好住胡皮帽 群滿惡之 好曰蒼頭弓 每見慶之君 則未聚曰 蒼 頭弓以復來以 慶之隱君自如秋山出簡成 大破珠山 斬首三千吉 魯生滿二萬八千余口 將滿二萬五千口 牛馬七百余頭 擬宿九萬余湖 隨王誕鑄那祥 受伏二成余百楚 慶之副帥眾君討姓朱山犬陽門 原顯著重城 師門魯 聖郡 聖郡 山多墓石 姬以為雷 立不取 見京旗 樹長帥 鐵馬成群 慶之連營山下 營中開門相通 二十二 又命諸君各川池於營內 朝夕不外吉 兼以防蠻之火 請之風盛 蠻夜下山 人提一句以燒營 營內多萬屋及草 安 火至者以池水灌滅 朱君多出宮武家赦之 蠻散走 慶之令朱君展山開道宮之 而山高露顯 蠢與方盛 乃至東剛 蠢山 宜民 西柴 黃教 上陵六樹而還 蠻被為首日久 並激伐 自後燒出歸祥 慶之前後所獲蠻 並以京邑 以為營戶 二十七年 千太子步兵校衛 齊年 太祖江北討 慶之鑑曰 馬步步迪 為日已久矣 請涉遠士 且已談 道言之 道祭再行無功 燕之施力而返 今料王玄魔等位於兩將 六君之盛 不過往時 將恐重辱 王師 難以得志 上曰 小丑切聚 河難修復 王師再驅 自別有矣 亦游道 寄養寇自姿 燕之中途極凍 如所事為馬 下水浩瀚 河水流通 泛舟北止 則卻熬必走 華臺小樹 亦可覆拔 克此二樹 管谷吊民 虎牢 洛陽 自然不顧 筆及東奸 承手相接 魯馬過河 便成秦也 慶之又故臣不可 丹陽隱徐戰之 立不上書 江戰並在座 上史戰之等難慶之 慶之曰 治國譬如治家 更當問奴 之當訪畢 陛下金玉法國 而與白面書生被謀之 適合尤記 上大孝 及北討 慶之賦玄魔像雀鷲 術主棄成走 玄魔為華臺 慶之與蕭賓流雀鷲 仍領賓輔國司馬 玄魔攻華臺 雞尋不拔 如主拓拔韜律大眾南相 兵前慶之律五千人就玄魔 慶之曰 玄魔兵提重老 魯寇已逼 各軍營萬人 乃可敬爾 少軍親亡 必無意也 兵故前令去 會玄魔退 兵將斬之 慶之故見乃止 太祖後問 何故見兵殺玄魔 對曰 朱將奔退 末不拒罪 自歸而死 將至逃散 且大兵至 未宜自若 故 以功為便爾 蕭賓已前驅拜祭 欲死故雀鷲 慶之曰 夫身入寇淨 歸求所欲 退拜如此 何可久住 今清 既虛弱 而坐守窮成 若魯仲東過 清東非國家有也 卻熬孤訣 復作朱修之華臺爾 慰趙始至 不許退 朱將病未遺留 兵父問 寄於慶之 慶之曰 捆外之事 將所得專 趙從遠來 世事已逆 劫下有一瓣增 而不能用 空益和詩 兵集作者並孝曰 沈公乃更學問 慶之力聲曰 眾人雖見古今 不如下觀而學也 玄魔自已 退拜 求術雀鷲 兵乃還力成 深坦 圓戶之共聚清口 慶之誠亦持歸 未至 上一趙指之 使環旧玄魔 慰魯已至彭城 不得向北 太衛江夏王義公 留陵府中兵參軍 拓拔滔至卯山 義公遣慶之律三千聚之 慶之以為魯眾強 往必見秦 不肯行 太祖後衛之曰 和尚處分 皆何事宜 唯恨不棄卻嗷耳 卿在左右久 偏解我意 正赴為趙濟氏 亦無閒也 二十八年 二十三 使慶之自彭城 喜留民數千 家於瓜布 征北參軍成天座 喜江西留民於南州 亦如之 二十九年 復更北伐 慶之故見不從 以利益不同 不時北出 逝時亡命司馬黑時 如江叛立下侯方盡在西洋無水 狂凍群蠻 自懷 汝至於江免 閒離其患 十月 遣慶之都諸江討之 趙玉 京 雍並遣君 受慶之節度 三十年征月 氏祖初次五周 總統群率 慶之從八水出至五周 滋受君略 為氏祖點千董元寺 自經失還 陳元兄是逆 氏祖遣慶之還山影諸君 慶之未復新約 蕭賓婦人不足數 其於將帥 並視所惜 皆易於爾 東宮 同樂不過三十人 此外屈逼 必不為用力 今府順討逆 不憂不計也 眾君計及 賈慶之征魯將軍 武昌內使 臨府司馬 氏祖孩至尋陽 慶之及柳元景等 並以天下無主 勸氏祖及大衛 不許 賊少前慶之門生前 無記記書說慶之解假 慶之直無記白氏祖 氏祖見坐 以慶之為領軍將軍 加散其常事 尋出為史遲節 都難掩欲許掩四周諸君士 朕君將軍 南掩周次使 常事如故 朕須宜 尚伐逆定亂 司將率之功 下詔曰 真已不添 有身亡二 氣血千里 致腹身膩 居屢罰罪 亦氣雲勇 群帥仗節 指南如歸 故曾未積詢 宗社在目 遂以秒身 為轉大統 永念茂雍 思重灰息 心除使遲節 散其常事 都督南掩欲許掩四周諸君士 鎮君將軍 南掩周次使沈慶之 心除散其常事 領軍將軍柳元景 心除散其常事 右衛將軍宗雀 都掩周諸君士 輔國將軍 掩周次使徐宜保 寧朔將軍 使興太守沈法系 跳其滋意參軍 顧兵之 或進成謀出 宣宗榮略 或受命元帥 一戰凝亂 或秉其軍統 邪 歸孝節 偏師奉欲 市鎮東南 皆中國望身 一高前列 功在明廳 成檢鎮心 定賞策勳 滋焉悠在 一列土開義 永藩皇家 慶之可封南昌縣宮 元景曲江縣宮 並十亿三千戶 雀陶陽縣侯 十亿二千戶 以保一陽縣侯 十亿一千五百戶 法系平固縣侯 兵之陽心縣侯 並十亿千戶 又特林轩召拜 又使慶之自虛以海鎮廣陵 孝劍元年征月 儒爽返 上前左衛將軍王玄摩討之 君肃懷相授揚 總統朱將 尋文京 將二周並返 征慶之入朝 率所 領屯五丈崗 甲丈五十人入六門 儒爽先前帝於盡聚朦隆 立陽太守張又旭率君討於 直爽至 眾散而返 乃遣慶之即將討爽 爽文慶之至 連營稍退 自留斷後 慶之與薛安都等盡於爽戰 安都臨陣斬爽 晉慶之號鎮北大將軍 晉督清 暨 憂三周 給鼓吹一步 前軍破賊 轉位等後至追念一揭 二十四 徐與柳元景 聚開府一同三司 此 改封使興俊宮 護翼如故 慶之已年滿七十 故請慈氏 上家其意 許之 以為是中 左光陸大夫 開府一同 三司 又故讓 尚不許 表書數十上 右面臣曰 張良寧賢 漢高有許其退 臣有何用 必為聖朝所需 乃至其嗓自臣 嚴折氣涕 尚不能奪 聽以俊功罷就地 月己前十萬 你百壺 未時五十人 大明元年 又申前命 父故此 三年 司空敬陵王 但聚廣陵返 父以慶之為史遲節 都督難掩徐掩三州諸君氏 車濟大將軍 開府一同三司 難掩周刺史 率重討之 至欧揚 但淺客慶之宗人 沈道敏姬叔 說慶之 想以玉還刀 慶之淺道敏返 術以罪惡 慶之至成下 但登樓衛之曰 沈君白首之年 何為來 慶之曰 朝廷以君狂愚 不足勞少壯 故使普萊爾 上律但北奔 使慶之斷其走路 慶之夷迎白土 去城十八里 又進興亭 二十五 但果初走 不得去 還城 是在淡船 慶之進迎落橋西 焚其東門 直雨不客 慶之兄子僧容 時為眼周刺史 鎮霞秋 潛自淮明慾數百奇異 受慶之截度 慶之賽嵌 造公道 立行樓土山 並諸公聚 時下雨 不得功成 尚使喻始終成與徽之奏免慶之官矣 姬之 照無所問 但想慶之時 提竊者百於人 出自北門 慶之不問 西焚之 但於城上受寒錶 欠慶之為宋 慶之曰 我奉照討賊 不得為汝宋錶 汝必欲歸死朝廷 自映開門前使 無為汝宋護之 美功成 折身先士族 上界之曰 輕為統任 當令處分有方 和蒙筍成下 身受史實邪 脫有傷措 為損不少 自四月至於七月 乃圖成斬旦 敬慶之司空 又故讓 於是與柳圓錦 並依錦祿陵侯正茂故使 朝慶慶之為賜司空 圓錦再從宮之上 給 蓄力五十人 門師行瓦 四年 西陽無水蠻腹為寇 慶之以郡公捅諸君討之 公佔經年 皆息平定 或生口數萬人 居清明門外 有宅四所 是與甚麗 又有元舍在樓湖 慶之一夜 寫子孫喜居之 以宅還關 西夷清氣中 錶於樓湖 列門同漢煙 廣開田園之夜 梅止帝世人曰 前進在此中 深享大國 加速富後 產業累萬金 奴童千濟 在線前千萬 古萬虎 以始興幽靜 求改封南海郡 不許 妓妾數十人 並美容公益 慶之悠游無事 盡易歡 於 非朝鶴不出門 美從游性及笑裂 聚安伶俐 不亦少壯 太子妃上 世祖金露筆柱及巫韶 尚以賜慶之 曰 清心請匪書 歡宴已等 且傷酌之賜 以以大夫為先也 尚常歡隱 譜令群臣賦詩 慶之手不知書 掩不識字 尚逼令作詩 慶之曰 臣不知書 請口授師伯 尚及令言師伯指筆 慶之口授之曰 威命之多姓 得逢十韵昌 朽老金利盡 徒步海南港 此容此盛事 何愧張子房 上甚月 眾作稱其此意之美 世祖宴家 慶之於柳 緣景等並受僱命 一兆若有大軍旅即征討 西十韋慶之 前廢帝即位 家慶之幾丈 給三望車一成 慶之美朝鶴 長城朱鼻無險車 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 騎馬旅行原田 正義人是馬而已 美農桑俱月 或十無人 欲知者不知三公也 及家三望車 為人曰 我美有旅田園 有人 時於馬乘三 無人則於馬乘二 今乘此車 安所知乎 及自己丈 並故讓 廢帝狂被無道 眾病勸慶之廢利 及柳原景等聯謀 已告慶之 慶之 慶之與江夏王毅公訴不厚 發齊 誓 帝諸毅公 原景等 以慶之為誓中 太衛 封賜子中書郎文記建安獻侯 十億千戶 易陽王長返 慶之從帝渡江 總統眾君 少子文耀 年十餘歲 善其社 帝愛之 又豐勇揚獻猴 十億千戶 帝兇暴日慎 慶之由近聯見爭 帝一稍不說 及諸何脈 律慶之不同 量其必至 乃必清晰諸巧已覺之 慶之國往 不得度而還 帝乃淺慶之 從子幽之機要賜慶之死 十年八十 世年初 慶之夢有人 以兩匹眷與之 未曰 此眷足度 未人曰 老子今年 不免 兩匹 八十尺也 足度 無盈餘矣 即死 賜與甚厚 追贈世中 太衛如故 給鑾路溫涼車 前後余堡 鼓吹 誓曰中武功 未即葬 帝拜 太宗即位 追贈世中 司空 誓曰相公 長子文書 逆中書黃文郎 錦和末 未誓中 慶之之死也 不肯引藥 憂之已被掩殺之 文書逆取藥藏路 或勸文書逃避 文書建帝段 結江下 王一公之體 律奔王之日 帝怒 容至一公之便 乃隱要自殺 子密書郎昭明 一字一死 太史七年 改封倉吳俊功 元 徽元年 二十六 還復先鋒 十改史心為廣心 昭明子譚亮 襲廣心俊功 其受善 國除 慶之帝少之 元家中 為庐陵王少南中郎行參軍 討見安皆揚諸賊 病足 兄子僧容 廠之之子也 孝見出 為安丞相 經 將反叛 發兵聚臟 致遣其安丞相 臟廟之討僧容 姬破之 大明中 為衍周刺史 錦河中 征為黃門郎 為還 祖 紫淮寧 太宗太史初 居父憂 啟為賤威將軍 東征南討有功 封無興縣子 十億四百戶 立位黃門侍郎 在位南衍 周刺史 元徽出 丁母堅 去職 貴陽王修范為逆 啟為冠軍將軍 銅水軍防固石頭 朱雀失守 懷寧偉軍奔走 請之幽族 慶之從地法系自體先 亦有將用 初為趙伯伏降佐 後隨慶之征武水門 誓祖伐逆 以為南中郎參軍 嘉寧朔將軍 領三千人前發 於柳遠景彈至新庭 遠景居中營 宗雀居西營 法系居東營 東營巨鋼 賊宮遠景 法系臨射之 所殺慎重 法系欠外術西伐之領導 賊少來宮 元術已盡 彭牌多開戲 選善射手 的發無不忠 死者焦橫 世平 已為寧朔將軍 使興太守 討宵檢於廣州 文台軍將至 檢狂其重曰 台軍是賊少所淺 並信之 前征北參軍 顧外被賊 喜在城內 擅天文 雲經 將有大兵 城內有此固守 出 世祖先前鄧婉為檢 為至義公道 法系至 曰 一四面併公 若守一道 何時可拔 晚律公不在己 不從 法系曰 更相身五十日 日盡又不克 乃從之 八道巨公 一日即拔 斬蕭檢 廣州平 封褲藏腹鄧婉兒還 官至蕭其將軍 尋陽太守 新安王子鸾北中郎司馬 少之子文秀 別有傳 慶之群從殷妻 由之在列位者數十人 史平編記史晨曰 張氏之雲 用法一篇 天下欲皆隨輕重 現橫於上 四海共秉齊平 法亂於朝 您無所措手足 師伯借寵代臣 世鎮朝也 輕易思台 情已或劫 自選不至於菊曹 莫不從封而擬 屈迅思請 殷廷照赤 天鎮允怒 朴者相望 師伯任用無改 而亡 謝免執 君子為是菊也 企圖施政行而已哉 列傳第三十六 諸修之宗 雀王玄魔 雀王 卻捕